王朝第一天的賽事 中國對香港 這位就是彭麗來 香港隊的教練 他任教三個月 是帶領球隊進行第三項任務 比賽開始了 白衣就是中國隊 開賽之後他們的攻勢很多 新思送過由手邊被黎兵 黎兵送到中路 但是奧薩撞彎出來 再由黎兵送到中間 被高佬是宿茂遵 宿茂遵跳起 壓到卡根洛夫 而頂到這個球 這位就是霍頓 剛上任的中國隊的英籍教練 跟中國忠祐畢竟了幾年約 他進去中路彈後 又是宿茂遵 這次他取得角 可惜這位山東球員取得太盡 沒辦法可以在兩次的黃金機會 替中國隊取得這個入球 亦反映出香港隊開球後 這段時間的防守非常鬆懈 被對方投錘攻門 又過來了又一次 這次如果真正又輸得了 這個球是黎兵的 左腳竟然彈不正這個球 香港隊的防守似乎有些問題 在這段時間之內 這個球位很漂亮 保佩尼娜揮到這邊 好,走了一大情 這個球完全無力 毀軍龍減操 起右腳亦被人 擔住之下射出一個無力的球 麥基昂主題是這個佛球 對香港隊一斬斬過來這邊 投錘點碼 哎呀,巴貝利慢一步 被歐楚良出來雙手拍掉了球 這次可以說是開球以來 香港隊第一次賣門的機會 看看麥基昂 看這個球 彈不仕放過來 巴貝利差一點 被歐楚良快一步 拍下了 然後范志毅解圍 現在輪到中國隊的自由球 范志毅準備射了 香港隊的審議員 陸家榮嚴鎮以待射 哎呀,似乎碰到人 不知是不是 這個球射不中目標 射球的隊長范志毅 好了,繼續白衣白褲 中國隊是施壓力 這個球給得很漂亮 完全沒意味的 中間來一個突破 左腳凹射了 這球才是成功了多少 這個球挺陰濕的 射球的就是李明 他走的位置很漂亮很漂亮 完全沒意味的 交叉走位 被他在中路突破了香港隊的防守 可惜最後一射高出了 紅衫的香港隊 已經是下半場的比賽 現在紅衫的香港隊 看看有沒有機會 這一下監察也起了腳 又射了監察 監察露骨到前上 在禁區界外面 幾馬都起了右腳 拉過去拉多了 看看監察 調順右腳 跟著拉過去 下跌落多了一點 柱邊都會成馬出界 中國隊的角球開進來 李明準備開進來 人開進來 哎呀 誰知被張恩華 協助澳沙的位標前 球垂鎮壓作入 一比零 中國隊由張恩華 球垂健康首開紀錄 陸嘉榮也沒辦法了 如果是 如果他肯出來 打手錘 應該也有機會 已經在小禁區內 為何不出來打呢 澳沙也被對方 壓著塞了個位 頂入 一比零中國隊你先 在無數次的迷門機會之中 中國隊才能取得這個入球 馬明宇 速度都很快 這個是四川的球員 我們現在壓過了 是澳沙之後再起腳 但他這個球 他射高了 香港隊的攻勢 直至換入了歐偉倫 和蔣世鴻兩個球員 才是比較多的 韋君隆來一次的遠射 這次又是斜出 韋君隆在上下半場的賽事 分別也起腳兩次 兩次斜出的地步 都是不中容嚴的 臨完場之前 對待保釋的時間 歐偉倫入禁區 在我後面 被張恩華從後 掃到後腳 跌在地上 但執法球證 沒有吹罰這個十二馬 結果在這場賽事中 香港隊以一比零 僅附於中國隊的腳下 在對上兩個星期 我們曾經播映過 中北美洲金杯的賽事 給大家收看 大家都知道 就是美國和墨西哥 人員編制在501人以上的 原則上不超過15台 佔行辦法要求 中央國家機關各部門 對移動電話 實行集中統一管理 不得固定配發給個人使用 佔行辦法規定 中央國家機關各部門 示威者說準備好去台崩 聲援在國民黨中央 黨部外面的示威群眾 後任總統 是啦 肥仔製的豬肉丸很好吃的 18分發生了強烈的地震之後呢 又再度加深了歸裂這樣的情形 黨呢更高 一米九八 不過年紀比較大一點 31歲 好了 VB 都有會人的情況 摩利神就退出了 你看到入體17號的就是沙普寧 雙方都換入了球員 水晶宮換入這個就是 沙普寧也是一位前鋒的球員 好 鏡頭一轉右看見就是 這邊中國國家也有一個攻勢 其實攻勢真的很多 但怎樣可以呢 就是較有白一點呢 相信也要不在露天奴域 就是要想一想 這個球彈上前面的時候 大家都搶點了 但最後看到水晶宮的球員 首先是解圍的 這個任意球呢 改變了一項 打後來的 單一的球員 好了 中場又失了 又看到中國國家 堆一個直線 彈回來左邊 彈到負壞了 有些機會的 跌過頭怎樣 哎呀 這個球不敢推下去底線了 CK 這個球的直線是很頑皮的 可以說的 這個球推下去底線又可以 斬出來也斬得好一點 這個球完全沒有尺寸 這個球很好的 可能黎兵一個橫送給了李甘宇 李甘宇推到順 射又可以 送又可以 但可惜他最後都是採取送 一送球就送到 利用利裂 他自己送不到球 都在那裡扔提扔席 哎呀 這個球如果做得好一點 就可以製造到入球 所以說中國國家隊 現在 都是缺乏了射門的經驗 不行 打壓不了 這些球也都可以 全可以射 全你都做好一點 射都可以 有點爭吵 現在看到這個水準宮的球員 胡思黎 這個胡思黎 跟中國隊的球員有少許爭吵 還有黎兵 胡思黎和黎兵 有少許誤會 但結果也沒什麼事 應該打一些國際友誼賽 大家都是按得住火 好了 穆蓮絲拿回定 不停 不停 送出來後面 又給了 剛剛罵完膠的胡思黎 胡思黎 再給他 扯過來這邊的肯特 肯特放地球上我們前面 沒用 哎呀 最後被黃亮 標前把我的球截到 但最後麥見士侵犯他 投正是吹罰了麥見士 黃亮入替了之後 打了上半場的確位右邊的後防位置 對 好了,最後就開始進來 上半場也說過了,CK 右手邊似乎是攻勢不太強 想不到米露天路 也有留意到這點 所以下半場換入一對新的組合 希望能夠加強右手邊的進攻 實際上來說,多點試是對的 坦白說,正正式式打這個國際 友誼比賽也只打過四場球而已 因為左邊我們看到 吳成英和李金宇的組合也算不錯 這個球起腳射門 再次射過去 接著這邊又怎樣 十六就是雙毅 射過去時也吃不完 其實雙毅也不算太大 只有21歲,很年輕的一位球員 首先我們看到這邊是李鐵 射球是省中對方的後防球員 改變方向 接著這裡也有一個起腳的機會 中國國家隊現在年紀最大 除了這個光津之外 就到這個泥冰 之後也有黃勇 紳士也在這段時間要休息一下 黃勇在八一隊中也效力打這個中場位置 黃勇也是一位進軍員的中場球員 調動的人也算是幾多下 已經被換出了四個球員 看看這個攻勢如何 這裡看到就是頭鎚一直控制 可否再起一射 看到黎兵做整套的動作其實也挺高技巧 速度又要快 但又要控球下來 他也會轉動一下頭 這個球不是那麼容易搞的 因為對方也有球員 走過來就是死前爛打的 最後一射的時候被對方門將 丙出來封到位 下半場二十分鐘 好,國球中國都有八個 其中只有兩個而已 好,第一個球有否機會有了 哎呀 可惜剛剛線上升高 頂的時間是頂邪了 頂波當然也是泥兵 頂上功夫相當之道家 打一射過來 龍門敵比出來的時間也不是那麼準 只要頂中龍門就有了 但可惜是頂邪了 不過沒關係,暫時還是二比一 中國隊暫時一球球領先 先落後零比一 接著連追兩球 在上半場的比賽裏面 好,水晶宮的反擊 范智藝 送回來中路先 給了這個是穆蓮詩 再参回來范智藝 范智藝也不敢 把球是貼腳的 下下就 一有球到就馬上把球送出來 看來他的腳傷仍然還在 只不過現在下來球場站著 希望適應一下 亦可以說是滿足一下中國的球迷 因為打架了點都是全國家隊的隊長 如果可以在場裡表現一下功夫的話 也會令到中國球迷有一點滿足 因為他就出外賺食了 尤其是在閃西省的西漢球迷 對他也很重要 好像每個人都拿著那張照片 希望能夠給他簽名 他還會玩人浪 比賽仍然是二比一 中國隊領先 又在左邊來過 這位是吳成英 望向中間 縮中路 但沒用 結果那個球也給對手了 解都維 追到邊邊都肯突 追不追到 都算落力了 追到邊線 把球撈過來 鏡頭忽然間也捕捉了球迷 玩這個人望 好了 他就不理他了 又來了麥見線 送回來中間 能否到 去不到 最後被吳成英 把球撈了 中國隊又在右邊插動風勢 好了 再送過來前面 給了一個奇橫 騎橫扯過來給黃亮 黃亮是不是斬在中間 這個球是想慢 輕輕力 滑過頭球過來的 但我認識也不行 雙方夠頂都頂不到 幸好快一步拿回 李鐵 再分過來右手邊 黃亮 鑫毅走到他右邊 沒錯 來了鑫毅 再斬在中間 泥兵多不多 過了泥兵的頭 但不要緊 右臂 黃勇也拿回 想斬在中間 還有 右手邊 動不動 搞定 贏 雙毅 在龍門鄉撿撿死雞仔 3比1 贏到雙毅 下半場入體 這個球就是水晶風的後防 忽然間大流 全部合流 起腳的是木蓮絲 起不到腳 踢不到 敵比 走到左邊 誰知大家都拿不到 一句話是把球送入網 3比1 中華國家隊下半場 贏到3比1 入了球還要過來交路 對的 如果球這樣走 雖然入球 但入得很險 可以見到 米露天奴域 在球中也有 鬥志鬥力 因為加強右手邊的攻勢 水晶風似乎 那群後防的壓力實在太大 上半場左邊 有吳成英、李金宇 現在右手邊 有黃亮和雙毅 加上剛才入球 這位雙毅很小 只有21歲 這個入球對他來說相當之重要 相當之重要 給我們左邊看看如何 落後兩球的水晶谷 肯特很努力 但沒辦法 因為 中國隊在右邊 其實挺穩固的 又換人了 夏堅這位3號球員 準備入替 應該是15號的 迪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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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這邊 李毅也在熱身 12號球員 中國國家隊 李毅 這位球員 入球數字不少 在格級聯賽中 沒錯 迪莎莉休息 3號就是夏堅 這位也是後防的球員 前回小英空的後防都亂了一亂了 李金宇退下火線 麥換入來 同樣入球能力相當之高的 12號球員 李毅 其實李金宇和李毅 在格級聯賽中的入球數字 這兩位的球員 已經有7球入球 加起來 當然 李金宇入4球 多一點 好,這個球直線打 要怎樣 越位了 球證都舉了旗了 下半場進行了一半的時間 速度或節奏方面 中國是能控制到的 因為水晶宮的後防 現在要承受兩邊的球 有時也挺可憐的 因為亞洲的天氣 也不算太涼 對於英格蘭的球員來說 也可能挺吃力的 好… 以統計數字來說 在下半場 我們不見到水晶宮 有甚麼起腳射門 甚至有威脅的一次 都是在上半場裡產生的 這邊是黃亮 這個不利 看到就是這件事 在中間打算交過來右邊 但中國國家隊的後防 開始都似乎穩陣了 當然 因為水晶宮的壓力完全沒有 這波直接用身位壓過李偉峰 但最後被吳成英一腳解圍 實際上來說 中國隊的後防 中間兩個球員 一個是舒暢 一個是李偉峰 一個是李偉峰 光樽 身材也是高大 一米九六 一米九八 這個球門球 打龍門這些身材真是殺死 實際上他的彈跳力也很強 下三路功夫也不頑 是李偉峰 是李偉峰 被守門員 光樽 曾經一段時間 他也是一個正選的門將 因為歐楚良被趕出國家隊後 由他去打 但被露天堂執教之後 歐楚良又回到國家隊 歐楚良又回到國家隊 歐楚良又回到正選 所以說一個新來的教練 根本他都不知道中國國內的球員 情況是怎樣 所以你換來換去是對的 我覺得 這個球斬出來就不漂亮了 結果那個球就斬出去 斬到對手出底線 因為歐楚良被趕出國家隊 行為那方面不夠 在中間 收了你的箭頭 好了 國球 齊皇開出 舒唱上來 李鐵又頂上中間 嘩嘩 飛身頂出 還有啊 還沒解圍的 光神的球 下球來舒唱 再一個就不可以 再射過來 沒有力了 最後呢 被范志藝站在中間解圍 這個球是范志藝解圍的 吳成英又拿回 再來一個在這個中間 李鐵 想說送中路又沒用 結果呢 被對手解圍出來 好了 所以這樣反擊了 哎呀 喜柳哥 結果就散下去 他的背脊 彈出界 下半場入替的夏堅 這個時候又換 九號的麥見士 也是被調離場 由十號的加巴入替 其實較前 我們看到這個麥見士 有點受傷 所以因為這種情況之下 可能又換一換班出來 讓他休息一下 好 加藥球 屬於水晶宮 那半場比賽已經接近了三分鐘 我們期待著 中國國家隊的表現是怎樣 我希望透過這場賽事 可以了解到最近的近況 因為在這場比賽之後 他也都接種而來 很多的友誼賽 或者練習賽出現 包括在這個亞洲杯裡面 會迎戰著南韓的時候 同組的南韓 亦都在這個月底裡面 會可能在一場友誼賽裡面封牌 亞洲杯裡面除了南韓之外 同組還有這個科威特亞和印尼 我們看回了 十二號這邊就是李毅 想著這個球 推過以速度壓到對手 但是對方的比波哥不給人過 當然球證一定是趨罰的 迪比 不算是太穩健的門著 因為處理兩邊 飛過來的高空波 看到有時候真的玩得玩失 這個球是怎樣 拖過去不出 哎呀 後面湧進來又怎樣 我們看到李鐵入攝道 但最後足球出界的 就是中國國家隊的李鐵 好 又換了 由於這一場友誼賽的勝責 所以換人在所難免 二號球員就是賀偉 被調離場就是希拔 希拔擔任中場球員 看來賀偉會不會 同樣踢在同一位置呢 小卿公在下半場裏 我們真的統計不到有任何射門的機會 我看到光津出來也很他條下 相比來說上半場 李偉真的出來的球有多 因為可能小卿公有氣有力的時候 在兩邊調球的時候 李偉要出營的時間也多了 我們看見光津站在後臂直椅上 沒有太多心機 因為水晶已經在落後監 就是兩球 好 這個球隊的深奧可於控敵 再射到龍門擋倒 好 攻勢越來越直接 相對來說 黎兵這下的射門 其實也是在窄角度下起腳 我們看看 一射的時候 怎麼樣 這個球可以擋到 但球場似乎這個球不給國球 好 水晶拿回先 穆蓮絲 扯過來這邊 胡思利 放高球過來前面 追不到 結果球出了界 也看到中國隊有個後備球員 拿著紙又預備換人 因為金蟲紅球是任換的 三個球是高曉 效力山東老能的高曉 也曾經來過香港打 這個友誼賽 好 球槌扯過來這邊 這個水晶公的右路進攻 哇 打完球 馬上走位 接應是對的 解圍了 這個球是射好 不像球尖 上半場輸第一球球 這個是拿到球 好 打完球 好 拿回旗幻 再寫過來這邊 黃亮 上下落底線 看看能不能落到 哎呀 落到 被他緊緊 哎呀 最後夏堅 躺在地上 起身 把球解圍出來 解圍沒用 又被李慧峰接回 送過來後面 剛剛來了 中國隊也不急 因為現在已經贏到3比1了 好 地球送過來前面 哎呀 球正是阻礙人 幸好這個 是穆蓮詩拿回 再給他方神 放個長傳 在右路 搶一下落底線 看看去不去到 鬥快 看誰快 好 結果是角球 應該是 沒錯 中國路線在右邊 水智宮 給他角球 好 中國隊換人 高搖 入體了 李鐵 李鐵 都被調離場 即是說 中國國家隊 兩個中場的優秀球員 馬明宇和李鐵 都被換出 但是保入 奇弘 都不錯 奇弘 也是一個中場 負責分球的球員 19號球 這個奇弘 在上海新發 客力 又球出來了 被黎兵回來 扣架 頭錘頂出 還有 看看誰伸 腳伸得快 結果不成英 伸得快 腳解圍出來 球正也吹佛了 水智宮隊 圍字不正確之下 球正叫他回到後面 再後一點 沒錯 這個圍字正確 好 出場 給你位福 下半場 中國國家隊已經換了七個球員 整個大半的球員 都不同了 似乎仍然可以控制到戰局的原因 因為水智宮的體力 也不算是很充足 也因為水智宮在這個球季結束之後 這場球 也可以說是迎接新的球季來臨 一個考驗 同時他的主力球員 也有很多沒有跟隊 是的 幾個角角 澳洲的角角 芬蘭的前鋒的球員 這幾個都沒有除隊 所以對於水智宮的實力來說 應該是比較 比較刺了一點 對著一隊國家隊 雖然頻頻換人 但起碼都叫做一隊國家隊 這個水智宮 都在英格蘭的甲組賽事 亦屬於中下游 中上游 不要說中下游 其實主要的原因 其實水智宮都希望能夠 拿好成績 但如果要升上超級聯賽 班費一點都不輕 這屆英格甲組 可以升上超級聯賽 包括柴爾頓、曼城和葉施育智 如果水智宮有財力 亦可以達大展拳腳 但真的要升上超級聯賽 真的是消費不菲 有沒有那麼多本錢 是的 相反 英格蘭的超級聯賽 今屆的三支球隊 是溫布頓、石舟三和溫福特 其實我們差不多對隊球隊 都是我們的球迷心目中的二十難場 這個球賽馬是怎樣 江津真是一米九百的身材 出來很輕易是否收了 相反來說 就是水智宮的前鋒球員 康新知的女兒康代莎 作為歷史的見證人 在接受我們採訪時 她談起周恩來當時做統一戰線工作的情形 至今還記憶有心 3比1 中國那一隊仍然領先 水智宮這段時間 希望能夠把紀錄拉近一點 亦是力圖希望能夠把後防和中場 迫前一點 但奈何正式起射門的次數 我們也統計不到 好,又再把球釣到前面 這球隊友批倒 但肯特一拿球的時候 球證就是吹雞 球證就吹雞了 水智宮在先後 就是有正選的前鋒 摩利遜就是 退下火線的了 但看到現在 我們也不見到 范智藝有甚麼突出的表現 好,這邊王亮來了 拿著這個球給他直線 自己的隊友 很瘋狂的,可否能夠入攝 拿著這個球 大家鬥得 李毅這個球上去的時候 對方的穆蓮絲也走過來 迫得很緊,沒辦法 差不多你走一步,我走一步 拍著拖 球場走來走去 好了,王亮 撿這個球 還有五分鐘的賽事便會完 但看來下半場換了這麼多人 球證會否保持特別多些 好了,這球遠射馬 哎呀,龍門敵頂剛剛飛到盡 吳成益 吳成益的遠射 在自己的球隊已經出了名 今解這個上海森巴裏面 除了接應自己的隊友 自由球、角球之外 其實遠射裏面 亦都屢見其功 好了,角球 走到中間 首先批到的 看到這邊就是 哎呀,又射過去了 嘩 中國隊開始射門肉麗了 今次也看到就是 高搖 三個球員後臂上層 高搖 這個遠射其實挺厲害的 看回來了 現在看到就是 自己的隊友避開 馬上有人從中間起腳射過去 但今次的龍門 這個位置雖然不算太好 但仍然可以反身 這個球撲環 好了,中國隊又來了 張藝想在右邊 中國的球斬出來 但可惜又是不行 這輪的攻勢 就好像一浪接一浪 這樣壓著這個水晶宮來打 最後被木延絲頂出底線 又是一個球 比數仍然是3比1 中國的角角隊仍然是 兩球球領先 踢下踢下,好像攻防戰一樣 好,又撐到了 哎呀 緊緊的線都出去了 這個是底線 變成了這個是球門球 李偉峰 上到前面也是頂頭槌 幾個後防球員都可以上來了 是啊 在上半場也是這樣 這個球的落點也很漂亮 但可惜剛剛才頂邪了 其實李偉峰在中國國家隊裡 都算是打清道夫 或者是自由人的角色 這些球開到上來 亦都顯示到他的信心 看外球 水晶宮間外球 下肩 再給下肩的時間 球正已經吹罰了這個雪唱 他拔著對手 這個是加巴 自由球屬於水晶宮的 好,我們看看這個盧渣 他怎樣去斬 哇,看到中國隊有很多擁躉 哇,拿著大虎在這裡 戴上面具 大家都應該知道 哎呀,這個球遠射 我認識過球時 出去龍門後跌 西安 在古城 哇 金門的比數呢 嘩,厲害 中國隊有20次 水晶宮只得5次 那麼多 對手 吹罰了 吹罰了中國隊 水晶宮的自由球 胡思琳雖然是大隻 都被人撞掉了 好啦,范智藝擺定 如果以為范智藝踢 怎知道范智藝不踢 被木蓮詩去踢 木蓮詩開了一球 好,先送到右邊 先送到右邊 看見范智藝都真是走走走走走 雙枱沒辦法 好啦,祁橫 好啦,放棉波給了雙藝 有人在中間走位 看看雙藝給不給 自己帶了一程先 也好 再來過,王勇 拉過來這個左邊 吳成英,又上來了 啊!又說落回他的腳下 再按地波,沒用 王亮再斬中間,他又是略門二哥,這波龍門出來應該全部接 但他居然不穿,不斷站在那邊移動一下 所以這種球很危險,分分鐘被人過來一撞就已經完成了 實際上,在上下半場來說,中國隊左右後防的攻擊能力已經很強 好,再來一個水晶攻隊,保持兩分鐘,已經去到44分多了 還是3比1,中國隊先佔 舒昌解圍的球,踢出來還未出街,再被何維拿回 何維又放,球球過來捉路,頂到,哎呀,這個球 前面的李慧峰是頂不到的,王亮來的,王亮是頂不到球的 哇,你以為他頂到批一批後嗎? 差一差,後面就益死了人家 幸好他頂不到 扣門扣 光樽預備看,這個中國隊開出 45分鐘後,最後保持階段 嘿,那些中國隊的擁躉 很大股,大股 如果你去到西安,看看唐朝武 還有兵馬勇 對,兵馬勇,人都去看 我們看到這個階段,中國隊都頗有耐性 尤其是,利用球場的寬度 左邊,王亮刺進去 當然,這個球,黎兵被對方壓得挺緊 3比1領先 剩下來,不夠一分鐘的時間 似乎… 但會不會把紀錄拉拉近一點呢 這邊看到夏堅 剛才的頭腿挺有威脅的 這次就在中間 剛才的宮門就是僅僅處…